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姐姐,到时候啊,我一小姐帮你烧瓷器,我呢,天天帮你擦瓷器 你看,你多有福气啊 我自己的瓷器还是我自己擦吧 水姐姐,不如你帮我家去住吧 你觉得你娘会接受我吗 当然会啊,其实那天之后啊,我娘也很后悔 她也觉得对你太过分了 谁会相信你的话 是真的,是我爹告诉我的 还有啊,其实我娘,她一直知道我和你有来往 她不跟我比家教了吗 所以我爹也一直笑话她 那夫人怎么说 我娘说啊,哎呀,这人老了,跟小姑娘计较什么呀 她不要面子了 我娘好像还说,哎呀,这人老了,这脸皮再怎么说也比小姑娘计得起折腾啊 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就知道,夫人心地是很好的 水姐姐,其实我娘,她也很同情你 等过几天她气消之后,我跟她说说 让你搬到我们家住,她一定会答应的 就算她同意,我也不会去的 水姐姐,你就别再跟我娘计较了 不是我小气 我想盼着我爹早点回来 我想和我爹在一起 铁大哥,要不你去屋里坐坐吧 我给你去沏壶茶 改天吧,我要赶着去找我爹,问三趟会审的结果呢 看来,你是真把水家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了 仲玉,谢谢你这份心 你快回去吧,我也想知道结果呢 放心吧,水姐姐 只要有消息,我马上来告诉你 嗯 你看 今晚,今晚的月亮多美啊 看着这月亮 心里面爽爽朗朗的 现在 是敌是友 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压在我心头的这个郁闷 也一洒而光了 来 咱们呀 别辜负了今天的良辰美景 我们再喝一杯 能够和你在月下赏酒 这是我过去 我很孤独 一个人常常在月光底下 独自的坐着 一坐就是一宿 心里面感慨的说 良辰美景 奈何天 上心月事 谁家愿 可是没有办法 如果咱们 只贪图一时的安逸 那我们很有可能 就失去很多呀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一个是郑国侯 一个是兵部尚书 这么大的事情 搁谁 谁放得下呀 对吗 沙利现在的疑点 越来越多了 对水局医不利的 就是那一份盟书 我猜的 也是这个结果 那铁鹰 他怎么想 听说 把侯孝 跟狐龙给放了 让他去边关 收集沙利通敌谋反的证据 那 你说放吗 听说的也对 怎么看 侯孝也不像是谋反的人 只是从平衡的角度来说 把他放出去 会不会打破这个局面 我真的没有把握 不 侯孝是不能放的 他是有名的将军 又是水局医的义子 如果他出去 他再把水局医的旧部爱将 连在一起 他就可以跟我们叫板了 到时候 他要逼我们放出水局医 稍有不慎 那就很可能闹成大乱 瓦驰如果再乘机进兵 我们的江山就很难保了 这次审判大局 指点未来 就是五妹娘在 也不外是如此 你太夸我了 我怎么可以和五妹娘相比呢 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不一样 五妹娘她一心想当皇上 而我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的儿子 你比五妹娘更可爱 我已经向靖王建议 释放侯孝 让他们到边关去找证据 靖王他答应了吗 张大人和李大人都支持我的观点 靖王说他去请示太后和皇上 可皇上说了不算 太后说了算 别胡说 可爹 太后能答应吗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说我看靖王 也没有反对 只要靖王不反对 太后反对的可能性就不大 娘亲手给你熬的大补粥 赶快喝赶快喝 喝了好补补生死 谢谢娘 我最喜欢喝娘煮的粥了 赶快 好喝 老头子 你说你这个爹怎么当的 你看看 你看看把儿子折不成这个样子 少命差点都没了 他不是好好的在这吗 儿子经过了一番历练 成熟了还长大了 真是好事 睁着眼睛说瞎话 儿子浑身都是伤 还是好事 你放心吧 儿子吉人天下 不会有事的 哎呀我还指望你这么状元呢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儿子 你放心吧娘 还是记得 哎呀我得到寿庙去多烧点香 求菩萨保佑 保佑我儿子 消灾严寿 荣华富贵 娘 爹说得对 这次我出去啊 真的学会很多东西 哎呀我看你们眼俩 一个是老顽固 一个是傻大胆 现在我全明白了 都是跟那个水家闹的 哎呀不要这么说 我和水局医虽然有矛盾 但总的说来 水局医对朝廷 是忠心耿耿的 嗯 而且经过这次劫难 我重新认识水姐姐了 她真是女中豪杰 经过不让须美 大男当头面不改色 对国中对父孝 对友谊 对人温玩呀 知书达理 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好女孩啊 儿子你过来 让我看看 你是不是中了膜 是不是 娘 孩儿清醒得很 水姐姐啊 真是冰雪聪明才冒双全 你要是和他相处久了 你也会喜欢他的 好了 爹 娘 我出去了 嗯 去吧 哎 你上哪去啊 报公司 哎 小枫啊 赶快叫人备马啊 是 哎呀 八成 又去找那个水冰心去了 哎 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 哎呀 你儿子是个至情至性的人 这种儿女情长的事 咱们就是想管 恐怕也管不了 这种事情你就由着他性子去了 哎 这种事自己给自己做主 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啊 那想当年我 想当年怎么了 没能给自己做主 失望了是不是 哎呦 我是说当年我不就是自己给自己做主 才会有今天的下场吗 这还炸了 哎 你说什么下场啊 美好的下场 没好下场 月板无情 所有的情 都是人心里的感受 姐姐 都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环妹 你有心事吧 没有 在屋子里面闷得慌 就来这里坐坐 从月亮里 你看到了什么 那上面 好像挺冷清的呀 我知道 你在想终于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我对铁大哥 没什么 从你第一次见到他 就喜欢上了他 到现在 你已经不能自拔了 可是他 喜欢的是姐姐呀 他喜欢我 跟你喜欢他 这是两回事啊 光我一个人喜欢 有什么用啊 姐姐 和铁大哥 才是真正的一对 我们两个 是有缘无分 难道 你不喜欢铁大哥 我是不能喜欢他 我已经是有婚约的人 婚约 是可以解除的吗 那样太不现实了 我爹 那么看重笑哥 又急重承诺 他是不会同意的 要是姐姐坚持呢 那样大家都会不开心 结果也不一定好 婚妹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会接受铁中玉的 我们两个 尽收无缘 只有你最适合他 我 你在中玉的心里 有很好的印象 铁夫人就那么喜欢你 你们两个 是最合适的一对 我知道 铁大哥的心 现在只有姐姐 我已经决定了 我会一步一步地疏远他 最后离开他 可是 婚妹 我要帮助你 证却你和中玉在一起 姐姐 这强扭的瓜布帖 这个我懂 怎么会是强扭呢 中玉 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和你在一起 可是我实在不忍心 抢姐姐心爱的人呢 婚妹你说错了 她从来就不是我的人 我们命中无缘 婚妹 你不要放弃 我想过了 再过几天 我就借口离开 你搬到铁府去 姐姐 我不舍得离开你 好妹妹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况且还有冷秀在我身边 你搬到铁府后 就可以跟中玉朝夕相处 铁夫人又对你那么好 这事情 就成了一半 这件事情 让姐姐一说 就变简单了 本来也不复杂呀 等铁公子找不到我 他就会对我死心的 到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地安慰他 这日久生情 一定会在一起的 小姐 喂小姐 你们看谁来了 师姐姐 喂小姐 你们好仙清雅致啊 在这儿看星星看月亮呢 喂小姐 你今天看起来怎么怪怪的呀 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是和以前一样啊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是月亮底下 环美看起来更漂亮了 终于 你说是不是 真的吗 好像是有点仙子的感觉啊 不过水姐姐 在月光下 你也很像嫦娥 那我就更应该 住到我的广寒宫去了 那我也去 好了终于 别说这些了 三大会神怎么样了 会神有结果了 结果对我们有利 有利到什么程度 杀家的一点越来越多了 水不高的姓名 暂时没有危险了 这个有利也太有限了 起码是个好的开始啊 结果一定会是好的 嗯 我有信心的 那孝哥和侯大侠呢 哦 我再建议先把他们放出来 让他们去边关找证据 这事定下来了吗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金王叔啊 他去向皇上和太后请示 明天就会有结果了 太好了 只要孝哥能找到证据 就能洗净我弟的冤屈了 嗯 小姐 擦擦脸 准备睡吧 这人心啊 都是肉掌的 铁公子吧 咱们家的事 当都是自己的事一样 危险的时候呢 命也拼了 这该用智慧的时候呢 招也想绝了 在宫里伴着皇上 多有前途啊 可人家为了你 软磨硬泡愣是出来了 这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小姐 小姐 对不起 我又多嘴了 冷笑 谢谢 谢谢我什么呀 睡觉遭逢大难 你还跟着我 我水里活里 出生入死 命差点都大伤 如果不是你陪着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小姐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跟你贴心着呢 要不是你收留我 我早就饿死了 是的 贴着心 你说得对 所以 小姐的心事 都在我心里装了呢 比如说铁公子 冷笑 我求你一件事 求我什么 铁公子的事 包在我身上了 以后 不要难我和铁忠玉说事了 对人家要尊敬 要客气 要感激人家 儿女情长的话 不要再说 一句都不要再说 为什么 为了以后 能少一些痛苦 也为了 少伤害几个人 可是 你心里明明喜欢铁公子 是的 我是喜欢的 喜欢的心里都疼 要不是有婚约 我豁出去什么 也要跟爹 说非铁终于不嫁 可是这婚约 贴在我身上 我戒不下去 也戒不得 有什么戒不得 只要你有决心 我没有决心 那且不苦了自己 人就是不能总想着自己 对呀 不能总想着自己 所以 你要为铁公子想一想 我也心有无人 可如果到了将来 大家都不能自拔 那不是伤得更厉害吗 那谁都不伤不就行了 不伤我自己 不伤终于 就伤到小哥 伤到环美 伤到爹爹 铁家那边 又伤到铁夫人 小姐 你想的太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都会自自然然的走下去 你应该这样想 侯将军肯定会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维环呢 也会嫁个如意郎君 你和铁公子 就是天生一段 不要再说 小姐 你的心 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 你是在为铁公子难过 是为铁终于难过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不会了 你要答应我 以后对铁公子 只当是好朋友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不答应你是好姐妹 小姐 等等 慢慢考虑好不好 你不要着急 我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 我跟环妹说 我要帮她 我要成全她和铁终于在一起 终于娶了她 一定会幸福的 你把铁公子当她什么了 怎么能让来让去的呀 你不是说跟我贴着心的吗 帮助为环 好吗 我不干 领袖 我下着决心不容易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不当你是好姐妹了 小姐 到时候我找一个好人家 收留你 你 你舍得我 不是一条线 我还留你在身边干什么 好 我听你的 这铁公子 咱不要了 我有一条小毛驴 从来也不清 我有一条小毛驴 从来也不清 整天就是好天气 这个好天气 有没有做好梦 好梦连连 那肯定梦到水小姐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我告诉你 在梦里 水姐姐和冷秀已经在准备嫁妆了 连玲珑绸缎都准备好了 水姐姐 真是千娇百妹 那这么好的梦 该跟水小姐去摔一摔 说什么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要是一说 水姐姐还以为我很轻浮 反倒会弄巧沉着了 对 小心没大错 那咱们就用那招 侧骨旁敲 可老师侧骨旁敲也不行 一定要 来真的 来真的 少爷 你打算用那招霸王硬上弓 你这个色鬼想什么 我是这种人吗 我说的这个 是用真心去对别人办实事 别人没想到的我先想到 别人没做到的我帮他做到 我用我的真心去感动别人 少爷 你连这招都出了 这招一出 连石头人都会感动得流眼泪的 好 就这么办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去 可现在去 别人会以为我那个那个 而且冷静那张嘴 我可受不了 那我们吃完早饭再去 男人嘛 就应该有点架子 不接 吃完早饭再去 对 吃早饭 姐姐 外出怎么不带我 我已经算好了 等一下铁公子一定会来的 他要是来了 你就说我们一会就回来 他一定会在这等 这一上午 你们慢慢聊 姐姐 我想过了 这样不好吧 我也觉得不好 冷秀 环妹 我和冷秀都说好了 我们一起帮你 其实 我都不知道 跟铁公子说什么好 大人说些让他高兴的话了 铁公子高兴的 就是和小姐在一起 冷秀 我们走吧 铁大哥 闻小姐 铁大哥 你就是咳嗽二十声也没有用 你没看这门是关着的吗 那谁姐姐呢 姐姐出去了 那你怎么会在 姐姐出去买东西 他带冷秀去了 我就在家了 少爷 我们走吧 走吧 你们别走 姐姐说他一会就回来的 那我在这等他吧 铁大哥 你到我屋里去坐 我给你沏壶茶 好 走 小蛋 我不去 你们去吧 不去拉倒 走 铁大哥 走 包子 新鲜的肉包子 要是想人家就别出来 现在连吃饭都没胃口了 何苦呀 新鲜的肉包子 你哪那么多话 好 不说话 把事放在心里憋着 小二 小二 来一杯茶 要苦一点的 好嘞 这就来 铁大哥 来 喝茶 谢谢 这茶真好喝 怪不得水姐姐老夸你呢 等铁大哥有时间的时候 我再给你做几样小菜 你还会做小菜呢 好好好 改天尝尝看 我这个人吧 大事情不会做 可是做几样小菜啊 还是可以的 那你这个朋友 我可交定了 对了 我娘说啊 她特别喜欢你 想让你做干女儿呢 我和铁夫人也很投缘啊 这铁夫人吧 性子极 可是心地是最好的 你这话要是让我娘听到了 她可是把你当提起人了 哎呀 我还在想呢 这几天是不是应该去一趟铁府 拜访一下铁夫人呢 好好好 你们早就应该亲近亲近了 哎呀 这水姐姐 怎么还不回来啊 小姐 咱们怎么像孤魂野鬼一样在游荡啊 谁让咱们没了家呢 现在见了熟人 我都想躲着走 等老爷出来了 咱们的药板就值了 老天爷保护爹爹没事 我有信心 铁忠义对你那么好 他爹肯定得把老亲家救出来 是不是 铁大哥 铁大哥 我沏了茶 你再喝一杯 还喝啊 这茶都喝了两壶了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女孩子出去逛逛 总是很平常的嘛 过一会儿姐姐他们就回来了 铁大哥 你是不是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无聊啊 没有啊 你挺有意思的 好久没跟你说说话 我觉得你也是个不错的好女孩 那是因为你以前只看得到冰心姐姐吗 哪里看得到我呢 谁说的 我早把你当自己人了 等我娘认你做干女儿之后啊 那我们可是更亲近了 我也愿意成为铁家人 我要是能成为铁家的一份子 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你放心 娘娜一句话 小姐 咱们到底要瞎溜达到什么时候啊 咱们再转一会儿 让维环和铁公子多聊会儿 这算什么事啊 好好的一道菜不吃非得让给别人 我心里不够活了 你别说了 你以为我好受啊 让我说就不该让 你有完没完 是我让又不是你让 傻瓜 你说什么 我说我自己是傻瓜 又不是我的事 我上什么火 不就是个天生丫头吗 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你非要把我弄哭才更新吗 太后与皇上的意思是 侯孝和胡龙暂时都不能放 那水军衣不就有胡翻身之日了吗 天大人 这叫我怎么说呢 这不明白着吗 眼下最重要的 是侯孝他们手中的证据 不放侯孝就拿不到证据 没有证据 太后就不可能放水军衣 王爷 这对水军衣不公平啊 他可是先皇临终前脱孤的 辅政大臣啊 可是太后的意见是 虽然目前的一点太多 但是并不代表水军衣是清白的 因为沙利拿出来的证据 对水军衣是很不利的 那签名 跟水军衣的 太相似了 如果水军衣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侯孝就是他的左右手 如果放他出去的话 他联络水军衣的旧部下 那不就是天下大乱了吗 那水军衣不是已经囚在狱中了吗 群龙之手都在我朝廷掌握之中 我们还怕什么 况且眼下疑点最大的是沙利不是水军衣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太后与皇上 他们是孤儿寡母 不敢太大意吧 沙利嫌疑这么大不拿 而水军衣清白又不能放 敢问王爷 朝廷律法何在 是非真假何在 皇上与太后 已经对沙利有了防范之心 只要我们盯紧一点 他就不敢轻举妄动 再说水军衣 太后也已经说了 侯孝已经说了藏机密的地方在哪里 只要我们派人去找 那不就是可以了吗 可问题是侯孝到现在 也不能记记确切的位置 必须让他亲临其境 才可能拿回羊皮萌书 只要他仔细的想一想 他的记忆力 不是已经在恢复了吗 这 水小姐 你怎么才回来 现在回来有什么 问什么 你不知道 我们家少爷 左等右等你都不回来 都急瘦了 他现在不瘦 过两天也会瘦的 水姐姐 少爷 我也没看到你瘦 谁是我们瘦的 我是一带健宽 终不毁 未宜消德 人憔悴 你来多久了 我早来了 我小姐气的茶 我都喝三壶了 姐姐 铁公子可喜欢和我气的茶了 是啊 我们环妹是天下第一憔手 谁要跟她在一起 有的享受呢 忠玉 你跟环妹在一起 是不是很开心吗 她是挺有趣的 你要跟环妹接触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 她身上有更多的长处呢 环妹是天下最好的女孩 姐姐 你别再夸我了 再夸我 我脸都红了 你看看 小赖 你看脸又红了 红什么呀 你当之无愧呀 哦 水姐姐 你去哪了 这么久才回来 我差点想去找你了 你找我有急事吗 也 也没什么急事 我是怕你闷得慌 过来陪你说说话 你娘上次不是说 要远环妹做干女儿吗 对啊 怎么没下文了 她天天在这儿 我娘也见不着啊 不如这样吧 找一天 让她跟我娘见个面 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是啊 维小姐一到了铁府 什么事儿 可就方便得多了 要多方便 有多方便 你又瞎说什么呢 我看就今天吧 你把环妹带回去 给你娘磕个头 她就是你铁家的人了 这话我怎么听起来 有点怪怪的 这事上怪的事儿 可多了呢 姐姐 不用那么着急吧 我还想多陪陪你呢 你就算进了铁府 我们还会见面的 你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 水姐姐说的对 那我就把文小姐给带回去了 终于 环妹就交给你了 交给我 是啊 认了亲之后 她就是你铁家人 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倒也是啊 小丹 记得照顾我未来的妹妹啊 女儿为环 叩见干娘 行了行了 赶快起来 哎呀好闺女啊 打着灯笼都没有办法找到的好闺女啊 这回你满意了吧 已经有个儿子 现在又多个女儿 哎不过你啊 啊 你以后可不能偏心啊 哎怎么会呢怎么会呢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头肉 一样喜欢 铁哥哥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 这很难讲 那得看你以后表现 哎 环儿啊 现在是一家人了 你要像哥哥那样 好好照顾妹妹啊 你放心吧娘 以后我吃什么 她吃什么 我穿什么 她穿什么 我睡什么 她睡 娘你放心吧 反正以后啊 我对她 就像对自己亲妹妹一样谈爱 我又不是男孩子 我要那些做什么呀 别提她的她等着 对了娘 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出去一下 哪家 去找爹 那早点回来啊 那我屋里下 好 太过分了 为什么不让何将军出来 你知道什么 为此我已经尽了力了 是我们把别人弄到牢里 还对别人打了保票 谁知道能发生这种事情 爹 你不能做事不理啊 行了 又不让你来教训我 我 我也是就事论事 不公平就是不公平 可现在圣旨已经下来了 我还能怎么样 爹 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也知道 这对水局一不公平 其实 这个案子已经有了帷幕 可不知道为什么 太后是百般刁难 我想这次 太后是下了决心 不让水伯伯出来了 爹 你想想 水伯伯兵马又多 权力又大 他要是造反的话 那皇上和太后 岂不是眼看着江山一主 太后 也并不一定认为 水伯伯会谋反通敌 他只是为将来着想 要是不把水伯伯关起来的话 就算小皇帝登基 手里边也未必有实权啊 还有爹 你以前是府镇大臣 太后应该对你有所顾忌 这是因为你手里没有兵权 对江山构不成威胁 才能保全自己到现在啊 收回我的权力 太后未必没有想过 只是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所以太后让金王出山 就是想用他 来克制你和水伯伯 是啊 看来 爹也要想想对策 不过 水局一的案子事关重大 我不能不管 爹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帮水伯伯拼服 月儿 我去找丁公公 他是太后最信任的人 也许 会有作用 爹 怎么会这样呢 我让小哥去拿证据 那我爹他 水姐姐你别急啊 我们现在还没到山丘水 进了 你别哭啊 他 你别哭我的 不是 你别哭我的 你 你 你 我 这 我